其实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多少人多少次的谈过这件事了 那就是出门在外 不要和任何人发生冲突 不是咱怕事 而是不管你是谁 也包括咱们自己啊 你再牛逼 但是命只有一条 而现在的法律似乎啊 也不太保护正义或者是无错的那方 我假设啊 我们常告诫大家的 就是不要和别人比划 万事别动手 其实这就和今天马云九说的似的 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尽管我知道这句话很恶心也不对 谁说战争没有赢家 哪次战争分不出个胜负啊 我套用马云九的这句话是想说 在此地两个人打架 打输了进医院打赢了 你得进法院 你是打赢了 你都把人打死了 你肯定是打赢了嘛 但是你得进法院 大部分都是牢底坐穿 其实正常的法律环境 或者叫做司法环境 就是你挑衅我 只要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就可以干你 干到你不再挑衅 干到你对他人不再有伤害能力为止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司法正义 或者叫法律正义 而今天不是啊 不管谁打谁 也不管什么原因 打只要打 那就是互殴嘛 何为互殴啊 就是互相殴打对方 这就叫互殴 因此说正见于此 比如说 我们常说的 你如果遇见 你瞅啥的那种 尤其是那种醉眼迷离的 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 那就赶紧的 灼灼其花 逃之夭夭 三十六计 走为上 赶紧走人 其实不是怕啊 还是我上面说的话 就两条 第一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你哪一次把生命打没了 你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第二就是 法治环境的问题 司法真的非常 无 是吧 非常的混乱嘛 还是那句话 打赢了去法院 打输了去医院 真应了 马英九的那句话了 战争 也就是打架 没有赢家 所以说 但凡遇到挑衅的赶紧的 因为现在社会 很多人的利息都很重 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常之大 甚至包括我本人也一样啊 赔钱的失业的 老婆跟人跑了的 破产的断供的 负债的 逼债的等等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哪一时刻的哪个行为 就成为压倒某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正好你赶上 也许呢 你俩就同归于尽了 你说那得多悲催啊 还记得吧 快递的那个事 再不送过来 我就跟你差评 结果那个快递员确实很快就到了 到了之后怎么样 给那个给差评的一顿刀子 十几刀啊 肚子里扩湿扩湿 这不就是吗 最后一根稻草 是那个要给差评的那个倒霉蛋 给压上的 OK就到这 我是非诚漫天老李 咱下期再见 吧